今天咱们要聊一聊最近网上爆出的一个重磅消息 2024年大湾区音乐晚会的嘉宾阵容 据说 这次的晚会阵容可谓是豪华至极 而肖战作为领衔的艺人 瞬间成为了热议的焦点 话不多说 咱们直奔主题 肖战 从默默无闻到家喻户小说到肖战 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 帅 演技好 唱功也棒 但是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肖战最初并不是娱乐圈的丑 他曾是个普通的设计师 也就是打工人吗 2015年 肖战通过参加选秀节目 燃烧吧少年 正式出道 但那个时候 他只是众多新人中的一员 没什么特别的光环 真正让肖战大火的 是2019年的陈情令 一句魏无限 让无数粉丝为之倾倒 他也因此一夜之间 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这不仅仅是因为肖战有颜值 更重要的是 他的敬业精神和不断进步的演技 才真正打动了观众 一个非科班出身的人 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从默默无闻走到现在的顶级流量 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豪华阵容的背后 肖战的影响力 无庸置疑 据业内爆料 这次大湾区音乐晚会的嘉宾阵容 肖战领衔十二位全能型艺人 包括周深 华晨宇 赵丽颖 李宇春 谢霆锋等 这阵容 简直是神仙打架呀 让肖战来领衔这样一个豪华阵容 完全是因为 他自身的影响力和实力 大家都知道 肖战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他的音乐实力也同样不容小觑 从早期的《光点》 到后来的《竹石》 肖战的每一首歌都充满了 他对音乐的热爱和理解 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演员出身 而在音乐方面有所懈怠 反而是越唱越好 逐渐在音乐界占据了一席之地 我觉得 这次晚会选择肖战领衔 一方面是对他音乐实力的认可 另一方面 也是他庞大粉丝基础的支撑 毕竟 有肖战在 这场晚会的关注度和话题度 绝对不愁 德显景致拍摄中的肖战 能否如期登台 不过 虽然这次嘉宾名单 引发了广大粉丝的期待 但肖战目前正在拍摄新电影 德显景致 这也让他的粉丝们有些担心 他能不能如期参加这次音乐晚会 从肖战的敬业精神来看 他如果有机会参加这场晚会 一定会为大家呈现出最好的状态 即便是在电影拍摄期间 肖战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有传言说 肖战在拍摄电影的间隙 还在抽空练习唱歌和舞蹈 这足以证明 肖战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艺人 当然 最终能否参加 还是得看官方的消息 我觉得 大家应该保持理性的态度 静待官宣 粉丝的支持与祝福 肖战未来可期 肖战的粉丝们 一直以来都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和祝福 这不仅仅是因为肖战的外貌和才华 更重要的是 他身上那种不服输 不放弃的精神 深深感染了他的粉丝们 有人说 肖战是打不倒的小强 的确 他经历过很多风风雨雨 但每一次 他都能逆风翻盘 重新站起来 肖战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多的支持和喜爱 正是因为 他始终坚持做自己 始终用实际行动 回馈粉丝的爱 未来的路还很长 但我相信 肖战一定会越走越远 越走越稳 娱乐圈里从来不缺话题 但最近有一个新闻 可是让大家都炸开锅了 知道是啥吗 就是咱们的肖战同学 又双弱着出圈了 这回可不是一般的出圈 而是被媒体直接清点为 那与两大之罪的拥有者 啥叫两大之罪 就是商业价值和国际影响力 这两座大山 肖战同学 已经稳稳地坐在山顶上了 这个消息一出来 肖战的粉丝们可高兴坏了 但仔细想想 这事儿其实一点也不让人意外 咱们肖战从出道到现在 那可真是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地走出了自己的心路 从最开始的选秀节目里的白马王子 到后来的陈情令里的魏无羡 再到现在的全能艺人 肖战的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 让人看了都忍不住为他鼓掌 娱乐圈的明星层出不穷 但能在商业价值上持续保持领先的 却寥寥无几 肖战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从代言产品的销量到品牌影响力 从商业广告的覆盖度到粉丝的消费力 肖战无疑是品牌方心目中的金字招牌 近年来 肖战的商业代言涵盖盖了众多领域 包括时尚、美妆、电子产品、食品饮料等 他代言的品牌不仅在市场上表现优异 许多产品甚至因为肖战的代言而一度受庆 出现了肖战效应 例如 在他代言某国际时尚品牌后 该品牌在短时间内实现了销售额的爆炸式增长 而肖战的人的时尚品位 也因此受到更多业内人士的认可 不仅如此 肖战的商业价值还体现在 他与品牌之间的相互成就上 肖战并不是那种街道手软的代言狂人 相反 他在选择代言时非常谨慎 始终坚持与自己形象相符 理念契合的品牌合作 这种双向的选择 让他的代言更加具有说服力 粉丝们也乐于支持肖战所代言的产品 因为他们相信肖战的选择 如果说肖战的商业价值 在国内已经无可争议 那么他的国际影响力 则为他奠定了全球顶流的地位 作为一名中国艺人 肖战的影响力早已不仅仅局限于国内 他在海外同样拥有众多忠实粉丝 并且频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在社交媒体的全球化时代 肖战通过多个国际平台 展示了他的才华和魅力 无论是微博、Instagram 还是Twitter等平台 肖战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他的每一次动态更新 都能引发全球粉丝的关注和讨论 而他的作品 更是打破了语言和文化的壁垒 赢得了世界各地观众的喜爱 例如 他主演的电视剧《陈情令》 在海外取得了极高的播放量 甚至在多个国家和地区 掀起了一股肖战热潮 此外 肖战还多次登上国际知名杂志的封面 并且受邀出席多个国际时尚活动 这些都进一步提升了 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可以说 肖战已经成为了中国娱乐圈中 少有的几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巨星之一 他不仅代表了中国文化的输出 更展现了中国年轻艺人 走向世界的无限可能 在娱乐圈 光有商业价值和国际影响力 并不足以成就一位顶流明星 内心的强大和坚持 更是不可或缺的品质 而肖战 正是以他无与伦比的毅力 和坚定德信念 一次次在风雨中挺立 为自己赢得了无数赞誉 肖战的商业价值和国际影响力 早已成为内娱的黄金招牌 但他并没有止步于此 未来的肖战 将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 展现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让我们共同期待 见证肖战的每一个高光时刻 当肖战最新公开露面时 他的状态着实让大家惊叹不已 那三十减十的模样 仿佛时光在他身上倒流 让人看到了极致的自律之美 肖战的自律 犹如一把锋利的剑 斩断了岁月的侵蚀 让他始终保持着青春的活力和魅力 网友们纷纷感叹 肖战这如此恐怖的自律 哪怕是他不做演员 在任何领域他都会成功的 这句话绝非夸张 因为肖战的自律 不仅仅体现在外表上 更深入到他的灵魂和事业中 回顾肖战的演绎之路 每一个角色都是他自律的见证 饰演郭靖时期 那胡子拉叉的精壮操汉模样 仿佛一场梦 转瞬即逝 从射雕英雄传 走出到镜祖 藏海传 不到十天的时间 肖战就神奇地换了一个形象 这其中的变化 让人不禁为他的自律所折服 很多人看到藏海大人 层层叠叠衣服下面 依旧清晰的蝴蝶骨 真的是心疼到泪目 肖战为了每一个角色 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2020年 为了塑造顾一眼 他增肌 在部队的场景中 我们看到了肌肉健硕的顾一眼 那是他用汗水 和毅力铸就的形象 21年初 肖战静祖 玉骨摇 为了塑造石影的仙人之姿 他很快受成了一道闪电 石影的清冷高贵 在肖战的演绎下 栩栩如生 仿佛从画中走来 在梦中的那片海中 肖战把体重调回了正常的模样 将那个时代的青年肖春生 演绎的真实而动人 静祖 骄阳伴我时 肖战为了塑造圣阳的 年轻活力 一直在运动 朝气蓬勃的圣阳 才得以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然后 为了塑造 射雕英雄传 里的大侠郭靖 肖战又开始迅猛增击 留长发 那段时间 他每天 在草原风吹日晒 偶尔现身时 胡子拉叉的模样 引发了一些人的嘲讽 然而 肖战并没有被这些声音所影响 他坚定地走在自己的演绎道路上 结果不到十天的时间 他就以圣阳的状态 出现在了 藏海传的开机仪式上 惊呆了所有人 肖战对自己体型的精准控制 让人惊叹不已 肌肉的增减 并不像单纯减肥那么简单 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毅力 肖战却能像改参数一样精准地做到 他永远用最适合的状态 出现在每一部作品当中 这背后 是他对自己事业的近乎偏执的敬重 他深知 作为一名演员 要为角色负责 要将最好的状态呈现给观众 他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演员素养 肖战的自律 不仅仅体现在体型的控制上 还体现在 他对每一个细节的追求上 他在演戏时 会认真钻研剧本 深入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 他会与导演和其他演员积极沟通 不断完善自己的表演 他对每一个表情 每一个动作都精益求精 力求做到完美 他的努力和付出 让他的每一个角色 都充满了生命力 让观众们沉浸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 肖战的粉丝常常说 做他的粉丝 真的特别省心 不管是他的形象管控 还是他的职业规划 都让人放心无比 他的每次出现都是惊喜 仿佛是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 让粉丝们欣喜若狂 这样的肖战 真的是追信人的天堂 他用自己的魅力和才华 吸引着无数人追随他的脚步 他的存在 让人们相信 努力和自律可以创造奇迹 肖战的自律 也激励着更多的人 他让我们看到 只要有坚定的信念 和不懈的努力 就可以战胜困难 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的故事 就像一本励志的书籍 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 勇往直前 他的光芒 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让我们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 不再迷茫 在这个充满诱惑和挑战的时代 肖战以他的自律和坚持 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他用自己的行动 告诉我们 什么是真正的美 什么是真正的成功 他的每一个作品 都是他自律和努力的结晶 他的每一次进步 都是他对自己的超越 他的未来 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我们相信 肖战会继续以他的自律和才华 创造更多的辉煌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肖战 你是自律的楷模 是才华的代表 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你的故事 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让我们 在人生的道路上 不断追求卓越 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无论岁月如何流转 无论世界如何变化 你都将是我们心中永恒的明星 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随着2024年的秋冬季节逐渐临近 时尚界再次迎来了新一轮的设计潮流 与品牌推广热潮 在众多备受瞩目的品牌之中 TOTS凭借其独特的设计理念 与高品质的工艺 始终占据着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而最近 知名时尚杂志 Fashion Esto 更是对其2024秋冬广告大片进行了深入报道 其中特别提到了肖战 这位在国际时尚舞台上 崭露头角的中国明星 肖战 这个名字如同魔法一般 拥有着无穷的魅力 他凭借着出色的演技 与动人的歌声 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 他不仅在国内 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 更是在国际上 收获了广泛的关注 他就像一阵春风 吹开了时尚之花 让人们感受到了美的力量 这一次 肖战作为 TOTS全球秋冬推广之星 以其独有的气质 与非凡的表现力 为品牌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灵魂 他仿佛是一位时尚的魔法师 用自己的魅力和才华 将TOTS的时尚魅力 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TOTS2024秋冬系列的广告大片中 肖战身着品牌精心设计的服饰 每一帧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 他就像一本打开的时尚书籍 每一页都充满了惊喜和感动 无论是经典的痘痘鞋 还是简约大方的手带 甚至是那些看似不经意间搭配的小配饰 都在肖战的演绎下 变得生动起来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自信和魅力 他的动作中充满了优雅和时尚 他不仅展现了品牌一贯以来的优雅与精致 更是在不经意间传递出一种低调 却又不失奢华的内在美 他就像一位时尚的艺术家 用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将套子的时尚魅力发挥到了极致 Fashion Esto在其报道中提到 肖战的强大表现力 使得每一款产品都变得更加吸引人 这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基于他在镜头前 展现出的那种难以言喻的魅力 他的魅力就像一颗璀璨的星星 照亮了整个时尚界的天空 不论是静态的照片还是动态的视频片段 肖战总能精准地捕捉到品牌想要表达的核心价值 并将其转化为一种视觉语言 直接触达每一位观众的心灵深处 他就像一位心灵的使者 用自己的魅力和才华 传递着时尚的力量和美的信息 在一系列的造型中 我们可以看到肖战穿着各式各样的Tout Stamping 无论是休闲风格的夹克搭配简洁线条的皮鞋 还是正式场合下的西装套装与经典手提包的组合 他都能够轻松驾驭并赋予他们全新的生命力 他的时尚感就像一股清泉流淌在人们的心中 让人们感受到了时尚的魅力和活力 这种能力不仅源于他对时尚敏锐的洞察力 更得益于他自身所散发出来的那种自信与从容 他就像一位时尚的王者用自己的魅力和才华 统治着时尚界的天空 此外 肖战在广告大片中的表现也证明了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人 他不仅能够在影视作品中塑造鲜活的角色形象 同样能够在时尚领域内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 他就像一位全能的艺术家 用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征服了各个领域的观众 此次与Tout的合作无疑是他职业生涯中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标志着他在国际时尚圈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他就像一座高耸的山峰屹立在时尚界的天空 让人们感受到了他的强大和魅力 总而言之 FashionEastle对肖战参与Tout S2024秋冬广告大片的报道 不仅仅是对一位明星商业价值的认可 更是对他个人魅力以及与品牌精神高度契合的肯定 他的魅力就像一颗璀璨的星星 照亮了整个时尚界的天空 通过这次合作 肖战不仅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艺人的风采 也为Tout S21这一经典品牌增添了更多年轻化的元素 他就像一位时尚的使者 用自己的魅力和才华 传递着中国文化的魅力和时尚的力量 未来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肖战的带领下 Tout S21将会继续引领时尚潮流 为消费者带来更多令人惊喜的作品 他就像一位时尚的领袖 用自己的魅力和才华 引领着时尚界的发展方向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 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 开始出现在国际舞台之上 这不仅是文化输出的一种形式 更是中国软实力不断提升的具体体现 肖战作为其中的议员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无论是在艺术创作 还是商业合作方面 中国人都能够展现出 非凡的才华与影响力 它就像一面鲜艳的旗帜 飘扬在国际时尚界的天空 让人们感受到了 中国文化的魅力和时尚的力量 让我们共同期待 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见证更多如肖战 这般优秀的艺术家走向世界 为中国文化增添更加绚丽多彩的一笔 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星星 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让我们感受到了 时尚的魅力和文化的力量 肖战 你是时尚的传奇 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是中国文化的骄傲 让我们一起为你欢呼 为你喝彩 期待着你在未来的日子里 创造更多的辉煌和奇迹 9月5日 这部《精彩绝伦》的剧集 在吉林卫视黄金时段 以第36次播出 这一消息 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 激起了千层浪花 带来无尽的惊喜与意外 谁能想到 6月份才在天津都市频道播完的 《梦中的那片海》 短短数月后 又在吉林卫视 开启了它的璀璨篇章 这无疑是对一部好剧的最高赞誉 它就像一颗永不熄灭的恒星 持续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好剧就是如此 一轮一轮播不停 仿佛一场永不落幕的盛宴 让观众沉浸其中 无法自拔 《梦中的那片海》 这部央视亲自发过战报的剧 以其台网口碑三报的辉煌成就 成为了电视剧领域的一座封碑 去年最冷的6月考试月播出 它却如同一把熊熊烈火 点燃了观众的热情 收视率破二 市占率更是达到了14%以上 CVB平均收视率1.542 这一个个惊人的数据 见证了它的非凡魅力 之后 这部剧便开启了疯狂的轮播模式 黄金档 上午档 下午档 傍晚档 凌晨档等 仿佛无处不在的精灵 随时准备与观众来一场美丽的邂逅 它主打 就是让你随时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萧小妍 萧战的萧春生 观众就是看不够 它就像一道璀璨的阳光 照亮了每一个观众的心灵 萧战所塑造的萧春生 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人物形象 它的一颦一笑 一举一动 都仿佛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 让人仿佛穿越时空 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梦中的那片海 不仅在国内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还输出到多个海外平台播出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在日本上映的时候 播出方还特意在电影院办了两场展映会 并展出了戏中萧战川的戏服 展映会现场气氛热烈 大家关聚热情高涨 后来又特意加了一场展映会 这充分证明了 萧战的国际影响力 以及这部剧的艺术魅力 萧战的每一个影视作品 都做到了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他就像一位文化使者 用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向世界传递着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网友评论说 这并不意外 萧战用他生动的演绎和真情 使这个戏流动起来了 真正走到角色内心深处 才能有如此让人动容的诠释 演员萧战值得尊重 这句话道出了无数观众的心声 萧战 他不仅仅是一位演员 更是一位艺术家 他用自己的灵魂 去演绎每一个角色 赋予他们生命和情感 他的表演 就像一首动人的诗歌 让观众在欣赏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人性的美好和温暖 还有的网友说 虽然感觉萧春生距离我们好远 但如月亮一样的人 每一个时代都存在 可能他不是你的月亮 但是至少有一刻 月光也照在了你的身上 萧战所塑造的萧春生 就像一轮明月 照亮了人们前行的道路 他的勇敢 正直 善良 让人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找到了一丝温暖和希望 他的故事 激励着每一个人勇敢地 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畏艰难 砥砺前行 短暂的38集 四个月拍摄周期 演员萧战 却把萧春生几十年的经历 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他就像一位神奇的魔法师 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萧春生打动了每个观众的心 他的故事 就像一首悠扬的乐章 在人们的心中回荡 久久不能散去 萧战的四个月 剧中人的半辈子 观众的18天 在这短暂 而又漫长的18天里 我们仿佛经历了 一场人生的洗礼 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和珍贵 谢谢萧战给我们带来了 真实鲜活的萧春生 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一生 他经历过的痛苦挣扎 以及幸福快乐 知事故而不事故 正直善良 勇敢仗义的北京小爷萧春生 很高兴认识你 你的故事 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 谢谢你告诉我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走的路 难走的才是上坡路 这句话就像一盏明灯 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让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更加坚定地勇往直前 在这金秋时节 让我们再次和你相逢 感受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吧 肖战 你是我们心中的太阳 温暖着我们的心灵 你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激励着我们不断努力 你的每一个作品 都是你用心血 铸就的艺术瑰宝 让我们在欣赏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你的才华和魅力 愿你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 继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让我们一起期待 一起见证你的辉煌